第十题 甲箱内有四颗球 颜色分别是红黄绿蓝 乙箱内有三颗球 颜色分别是红黄黑 小赖打算从甲乙两个箱子里面 各抽出一个球 如果同一箱中 每个球被抽出的机会相等 则小赖抽出两颗球 颜色相同的几率是多少 好 这一题很明显的 我们就画一个树状图 来看一下就好了 甲箱内有四颗球 它分别是红黄绿还有蓝 一共四种颜色的球 每球各一颗 每种颜色的球各一颗 而且每种颜色的球 被抽出的机率相等 这是甲箱 乙箱里面的球有三颗球 它叫做红黄黑 红黄黑 蚁箱里面红黄黑 把所有的情况都把它画在这个图上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 看出这一题它的答案应该是多少 那树状图画出来之后 因为甲箱里面有四颗球 蚁箱里面有三颗球 所以一共有几种情况呢 4乘以3等于12种情况 题目上要问说 小赖在两箱里面抽出同样的颜色的球的几率是多少 甲箱红色 乙箱也红色 一种情况 甲箱黄色 乙箱也黄色 两种情况 甲箱呢 这个接下来是甲箱是绿色跟蓝色 可是乙箱只有剩下黑色 并没有绿色跟蓝色 所以一共只有两种情况是两箱中颜色相同 所以几率是12种情况里面的两种 一位分变成六分之一 所以题目这一题的答案呢 选B 这一个选项